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后访问了俄罗斯乌克兰 他表示联合国致力于为俄乌双方展开有效对话 尽快停火与和平协议创造条件 呼吁双方结束冲突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实现和平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回应时表示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先后访问俄乌 我们欢迎古特雷斯秘书长为缓和俄乌局势展开的斡旋努力 中方一向支持俄乌双方克服困难继续谈判 也欢迎国际社会一切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努力 俄乌冲突爆发已经超过两个月 冲突外议效应日益显现令人担忧 我们注意到近期欧洲民众要求通过对话和谈 尽快结束冲突的呼声越来越大 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 而相比之下 美国的军火商 粮商 以及操盘手 则是赚得盆满钵满 当前形势下 国际社会应当共同推动 冲突尽快平息 和平 早日来临 诸方愿能各方一道 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